阿西生命电影时 与您一同开窗光明自在的人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精狂丧命报,这条也是在说我 所以我在送第一张经纪是我的靠 我的靠,我怎么做这么多 每条我都想要弄我 每条都在说我 我去打雷,打雷抓来的野兔是什么 我早上有大概跟大家说 牵着狗,放狗去咬野兔 那都是一直堆,一直堆,堆很坏 那堆我也拿去堆 我们拿着那个手电筒一直追 因为你手电筒不跟上的话 他那个狗会不知道那个兔子跑到哪里去 所以说我也是堆,狗也堆 结果他被咬到的时候都是精狂 精狂舍暴 所以我们精狂舍暴了以后 他说我,我在想哭的时候 我注意的不安 就是不安 那不安,为什么不安我也不知道 没有来学佛,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眼睛出在哪里 那就是只有他,他奇怪 怎么会 人家拿个 拿个 盐子笔 掉到地上我也会戳一条 他看着我都戳到 这就是精狂烧命爆 因为你让人怕嘛 你要跟台语情的时候,让他恐怖死了 恐怖死了 所以你得到的狗爆就是如此 我们在网络还有看到一个 噢 那鸡子他故意的 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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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现在很辛苦 很辛苦 你做这种动作你以后怎么办 那只鸡子 你只是把他弄死掉而已 你自己的狗爆要受多少你知道吧 一直认为他这样很厉害 所以很可怜 再来 若毅烧山林木者说狂女橘子爆 所以说我们不能放火烤山 有一些做事人 他为了要方便 为了方便 你就把他中槽 用整堆放火烤 那一次消息多少 有命你知道吗 蟑螂 蚂 这些小昆蟲 无量无边 你如果有做事人你就知道 我们有做事我们知道 因为照片架整个里面都是生命 都是生命 都是生命 大的小的很多老鼠 蛇 一大堆 你放火烤山 台西一个人最高的很重 你放火烤山 我们不知道的人 我们就会这样做 跳冠板火烤 以后你自己得到的果报 是什么 狂女橘子爆 再来 若毅前后父母恶毒者 说反身边打线索爆 所以说我们如果 那些人后母的 或者是 我们 那些人 一人的小孩 你怎么疼 你也说这不是我的小孩 你把他打死了 后来帮你出去 做野小孩 帮他给你电 这叫做果报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不是我亲身的 我就可以给他五岳了 后来就帮你 亲身舍爆 你来投胎 给他做孙 帮我给你电 这个叫反身边打线索爆 反过来 你身在他的家庭里面 他每天给你修理 边打 这个果报就是如此 若毅王埔生存者 所谷落婚女报 我小孩时代 都会去抓 吃个软 吃个软 小孩时 那时候 不是要把他弄死 要抓回来养 但是问题是 你抓回来 你吃不完 我曾经去抓野狗 那野狗 那野狗 我去当中 我就很忏悔了 野狗 它是我们村庄里面的母狗 但是它跑到 那个 郊外那边去生产 那个小狗 多聪明你知道吗 虽然 我抓回來 刷牌的就是不要刷牌 我用那個鏈子把它鏈著 它就是感覺牛到整條刷牌都用回去 永遠保持這種狀態這樣就對了 它就是意思跟你說你不要刷牌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根本不相信英國 我們就只是說 刷牌的刷牌 刷牌的刷牌 它是很聰明的 結果拿東西給我吃都沒吃 你拿什麼東西給它吃 它都不吃 它寧可餓死喔 那時候我用到後來還是兩隻 所以我心裡就很辛苦 它就是不要給你吃 它就是喜歡自由 但是很聰明 非常聰明 這種的 以後我們的鼓勃 我們也要去承受 但是我們開始學佛之後 這些人都要去承受 我們經過的這些 所以我們把它抓起來就是骨肉分離 骨肉分離 後來我們就是常常這樣 它就是給你這種痛苦 你後來你所得到的就是骨肉分離報 再來肉依誹謗三保者說盲龍因亞報 所以我們自己本身無神通 我們不要亂說 不知道你不要亂說 你如果尋覆三保 後來找不到 找不到人 會夠 不會說話 所以盲龍因亞算是霸難之一 霸難之一 我們如果出去在巴難的地方 看到佛法 也沒有辦法去念 也沒有辦法去聽 然後也沒有因緣接觸 因為那個邊緣 所以 所以如果是毀邦三保 以後我們得到的果報就是盲龍因亞 我就太誇張了 但是我想 我這個軍身的果報 緊把我捕捕的好 因為以前我進去學校的時候 人家說出擊人 不要我面對別人說 我這個每行都做得對 實在是可能 人家可能 人家說出擊人 怎麼做怎麼做 我說對 結果自己出擊 跟建設 再來 若譯清法慢教者說 永出二道報 這清法慢教 很多人有 我們這些 來這邊當義工 有在各道場 也很多有這類的 清法慢教 師父教不疼 師父講 順順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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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 自己不受教 這個很恐怖 勇促二道報 吃醉 我從南到北 我遇到的很多 清法慢教的人 很多 你看到你這個 看你錢不去 你教 我沒自己就吃好 你要教我 因為佛法很深 佛法真的要說到深處 是講不出來 真的 你不要以為你很厲害 哪有五個博士也沒有用 我知道的你都還不知道 佛經不是說我懂些文字就知道了 不是啊 他是心法 所以不能清法 不能慢教 慢教就是人家教你你還不要 就是把你教 你就不是這樣 你就要這樣才會成就 他就壞了 然後他就看你不去 阿爸他就演於你 演於一散之士 太多人這樣子 我在我身邊發現了好多個 說到阿師父 你就要怎麼把我教 怎麼把我教 說到而已 就比你還要教 所以只是 用自己的意識心在寫佛 而不是真心 再來 落益破用常駐者 說 易鐵輪迴第一包 破用常駐 我們這常駐是 食方 所用的 所以我 食養所供養的 所以我們 要好好的營養 該用的用 不該用的 浪費 你不要浪費 所以破用 再來 落益 烏煩烏生者 說 永在畜生爆 毀謗這些聖人 毀謗這些出家人 毀謗那些修喚行的 以後來你就 永在畜生爆 經常都會珍惜 有什麼你知道嗎 愚痴 人家在修行 你還負責毀謗 出家人 出家人是 代表佛 你知道嗎 不管他是 有沒有修行 他穿著襲衫 那是佛的 你怎麼 你怎麼可以 可以在背後 在那邊的 烏煩烏身 所以很多人 用自己 想法 這個有修行 這個沒有修行 這個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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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比佛祖更厲害 你都可以 由他心通 知道這個 比較厲害 這個不厲害 佛菩薩 實現在 這個人世界 你看不到 你要相信嗎 他狂狂 看起來狂狂 但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知道怎麼做 所以 我們 不要去 毀謹這些 生人 再來 樂意 湯火 載火 剩著上身者 輪回地上報 這就是說殺生 吃肉 你把胎臺 躲躲躲起來 滾滾 這樣 這樣啊 斬酌喪生嘛 這大家都有做過 但是做了怎麼辦 趕快懺悔 懺悔了以後真心的不再做 這樣他就會消了 所以如果沒有這個懺悔法門 沒有一個人可以成佛 沒有一個可以成佛 因為一生所造的有多少啊 算不完 光是一生所造的你要去報完 那就要無量解了 何況你多生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懺悔 這個懺悔是真心懺悔 而不是隨便說我懺悔啦 聽到有人說我給你懺悔 這樣夠懺悔 那是要自己電說我很厲害 不是要自己懺悔 有很多人那個懺悔不是真心的懺悔啊 啊 不好意思 我給你懺悔啦 這樣啊 你內心裡面那種那種 堅詐狡猾的那種心態都還在 你給你懺悔 你只是要跟你說我比你更厲害 你做一個螢幕看 那個不是真心懺悔 真的懺悔是我真的不做了 我知道錯了 所以我們看火精複哭啊 你那個哭啊 我怎麼就要做那種惡驗 不會做啥呢 這是怎麼反啊 這是怎麼反啊 我突然也這樣想 這如果說 我這次人 我從捨包以後 自己出事做狗猾 我就不知道要 就溶氣了 以前的那些露雨天 那個佈爪店 他們的那個狗猾都會刷刷嘛 我們如果要露雨的時候 他都會緊湊 他都會 狗猾都比我們更厲害 他們會感受得到 他們就刷刷了 他們都刷刷了 看我消去看 我這次人 一隻出事一遍 我就不知道要出事做狗猾 做多久了 但是這個如果 可以的話 趕快懺悔 他就會消了 再來露雨 破戒犯災者 說情緒 雞惡報 我們還是受戒 故意啊 去破戒 犯災啊 犯災就是說 我們中島沒吃 我們今天 中島 開始到現在沒吃 一直到沒吃 你不要晚上又去脫吃 脫吃的就是 破戒 犯災啊 以後怎麼辦 禽獸 也就是當禽獸 再來露雨 非禮毀用者說 所求窃窃報 非禮毀用就是這樣 以牆驅弱 現在很 世界很多這種人 我比你自己用 我就是拿東西 我就要給你用價 就對了 啦 求在善良的 有很多當官的也是如此 用他的官威 世界各地都有這種人 用他的官威去逼迫別人 這種的後敗 就是 會這樣 非禮毀用 沒有你去逼迫別人 沒有你去逼迫別人 有很多人就是這樣 會知道人 賺一條錢 賣手 要捨 捨不得 恐嚇 勒索 這就是非禮毀用 這就是非禮毀用 我身邊這種能不能動 所以我 可憐 我都跟一些專做會 以前那個金光黨的我 那些朋友 我知道很多個 轉性的一個叫便宜 我都知道 那都立作 那些人 我都會甘命 說你實在是 你阿嬤你也跟他做下去 我沒辦法 那我的經驗 你這實在是 那些人 努力更騙的人 努力 英文都負責 很奇怪 人說 我們台灣人有一句話 說 表現錢 失敗後 失敗 怎麼 大失敗 他去騙了 那都失敗了 你去騙了 一百萬 馬上失敗了 很奇怪 那邊都沒有貴 在家裡 所以 所以這個 非禮毀用 再來 樂於無我共高者說 卑死下見報 所以說我們 別說過五萬 我們比別人更聰明 比別人更聰明 比別人更聰明 你免什麼 在那裡 共高偶慢 沒有什麼 可以共高偶慢 以後 你就會 憋死下見 以前人 有一句話 說 沒牽牌 牽牌沒有六匹會久 沒聽過嗎 你太牽牌了 那六匹比牽牌更久 不用牽牌了 所以意思就是如此 不然 那兩匹 有兩匹 鬥亂者說五匹白蛇報 那如果 挑剖離間的人 把這個 說 說 兩個人 沒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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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牽牌很多 多蛇 五匹白蛇 白蛇報 所以說 這個是非常恐怖 人是沒講話 不就是要 牽牌吃多 這種蛇頭 一定會 長出來是什麼 是瘦泡的蛇頭 讓你長了很多蛇頭 大家都打邊 蛇頭上面都長 長這些 腫瘤 你一直在 兩石鬥亂 再來 柔毅協健者說 編地說聲報 不論協之協健 協之協健 你未來生 未來世 聽聞不到佛法 人家說金 你不會聽 你聽到人家說金 你自己自然就走了 而且你的鼓包也會出事在編地 沒有佛法教化的地方 三惡刀 再來 在無事等延伍地眾生 生口一 二月 生口一月 二十月 百千包應 進出雷索 意思就是說 這些通通從哪裡來的 從生口語來的 這是雷索而已 簡單說幾條 如果要說 像副祖要來說 你這時候 他一口也在說 這些果報怎麼來 怎麼去 怎麼來 他一口也在說 說不定 但是 我們 聽到這個 要有一種 恐懼感 喔 不行 這絕對不可以做 所以這些 佛法 他不是只有 讓你練一練 你要拿相應 要拿來看 這本你帶回去 你有空的時候 你從頭到尾 每一條你給他思維 他在說什麼 從這邊下手 你就可以成就 而且他是 非常有加持力 可以 你自己在誦經的當下 你周邊的 這些冤軍在主 你的祖先 通通得度 因為地藏佛杀 他就是有最大慈悲願力 所以 所以我們那個什麼 地藏佛杀 沒定業真言 要不要